富城山水在南朝的时候 有一个人叫吴君 给他的朋友写了一封信 他里面是这么写的 风烟俱静 天山共涩 中流飘荡任意东西 自富阳自铜鲁一百许里 奇山异水天下夺绝 这就是天山共涩 然后来回答你的问题 他里面后面有两句话 冤飞逆天者 像冤了一样 冤飞逆天者 自相很宏大的人 望风谢心 望了山风 心就平息下来了 精伦似物者 就是那些当官的人 亏果忘返 就是到了这样的山国里面 就不想走 不想回去红尘了 对 这一片山水就是让人可以安心的地方 悉心之处 所以你刚才问我 黄公王一个长寿人 为什么到富阳来 我说他因为喜欢富春江 他到了这个年龄了 到了古西之年了 他又是个道士 他跑的山水多了 按说光是南方就有很多条江 对啊 对啊 他们缘由是他们的一个功课 对啊 最后选择了 独爱富春江 对啊 对我就说现在也有一种观点 就是怀疑他到底画的是 是哪里 甚至有可能中国的画家 他画的时候是心中的心象 未必是那么与实际相对照的一个富春江 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在富春江 画的是不是富春江 这个问题很好 嗯 你来了等一下我给你看 这一兜子就能解决了 看这个 哈哈哈哈 明智就来见点 对吧 好好好 哎呀 要游富春江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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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有点慌 对对对 他不去也是明智的啊 在里头没意思啊 我们要在外头 在上面站着 对 我们要在外头 哎呀 太好了 开拍 哦 哦 就这儿是吧 啊 哦 好 哦 不知现地图 对 你看 它的远山 照片里面的远山 哦 是吧 哦 这是清清楚的时候的山 对 今天就是很遗憾 就是这个远山 看不到 本来这个后面 要是没有雾 就是这个山 对 是的 然后老的富阳城就在 就在这个地方 嗯 但实际上它这个 这两段中间还有啊 它被被烧 烧没了一部分 没有 它实际上没有 它本来你看 这个半方印 跟这个半方印 它是完整的 所以说它不是烧断的 它是烧了几个洞 烧了七个洞 哦 它不是烧掉了一块 没有 它没有烧断 烧掉一块是在前面 是吗 对 越往里烧 然后越往小越小越小 越来越小 这么烧 这么往里烧 对 这个也补了 那你连着的 那在这个地方应该有 应该有这样 对 好 它也没有 对 我给你看 所以说要原于生活 高于生活 我们换个角度 给你看这个山的形状 好好好 我们至少找着了一个 对 上山头这个角度 对 然后我们再去看这个角度 好 好 师傅现在我们往前走 哎呀 那个山头的云多好看啊 这个地方的风水确实山头有画意 可惜盖了好多楼 我说这些楼不好看 对呀 好 来我们现在再来看啊 看这个灌山 你看 你看 这个角度 好美 对吧 这就是我们富亚人叫灌山基头 那你要这么说呀 实际上是同样都是这座山 对 是 在那个角度你把它当这 对 在这个角度你把它当这 你的意思是 黄公望把它做了两面 对 两面拉开 那会不会是他觉得 刚好这几个景他都觉得是特别美 对 他必须要结合在一起 对吧 对 你的想法就是黄公望的想法 对 就是嘛 搞艺术就是这样嘛 对呀 因为我想说如果我们都要隔这么远 他又想把它画在一起 对呀 他在画这张画之前 在这个地方写上了九年了 然后他就想我怎么样 让他成为一个成卷 这个过程是他最难的过程 您 我觉得您也是黄公望 您也是高于生活 您等于说也有您的方法 对 你也是创作 是的 你也是创作 对 那咱们再往下找 好 这就是沙洲 这是沙洲 这一片是沙洲 沙洲啊 对 沙洲 就是猪 沙洲 对 沙洲 对 这应该慢慢慢慢有 对 停一下 停一下 师傅停一下 停一下啊 好了 你发现了 你看 这个咱们展开看看 到哪了 在后面 在后面 这个顾峰是在后面 你看 你看 对 我不是说这就是啊 对 我是说这个山的形式 让我联想到他的这种画法 对啊 你看 你看 从下边 逐层 一层一层升高 它是这样一种 渐渐逐渐上升 是的 慢慢的上去的 江南的坡啊 你看就是这个 缓坡 缓坡缓升 就是说 为什么它的坡麻叹啊 对 化富城山水特别好 什么叫坡麻叹呢 就是麻的 外面这个树皮啊 撕开来 它的感觉就好像是这样的笔墨 对 那么这个笔墨呢 就是符合我们这样的山的这种味道 比较温润 温润 另外还有一种叫腐皮秤 那你一听就知道了 南宋大腐皮的这个村 小点儿熟悉 对对对 对吧 所以我们 表现岩石啊 什么 对 风力的状态 是啊 所以我们富阳的山就是那么温润 其实是丘陵 丘陵 对 其实是丘陵 对对对 这个坡麻村啊 坡麻村 会让人感觉啊 特别松 对 哎呦你这个字太整齐了 对 松软的感觉 对对对 特别松 你看你看它这个线条 是不是给你这个松松的 对呀 是吧 所以我讲的是温顺的 对 温软的松软的 它我们这边的丘陵就是这个感觉 对 如果说你用腐皮秤 那就完全不对了 松秀 所以说黄公望的笔发里面 它的长匹麻村 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对对对对 长匹麻村 你像这种啊 对那这种 你看 对长匹麻村 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对呀 水和山交界的地方 你看 我以前看这些国画总是看不明白 因为我觉得我一点也想象不到它长成什么样 我到看完今天我真的感觉到了 真山水 是吧 他们生活的环境 是真的 你看现在一层一层的又出来了 对吧 这就看得到了 这才是真正的美景 刚才不算什么 现在才开始 你能看到这个气韵 对这个气韵 对 一层又一层的 太好了 你都嗨了 你都嗨了 你说啥来 他好像见着好风景 因为很激动的 太美了 你看这个山一叠 又一叠 对 而且这个烟云缭缭 是 对 大都会博物馆有个研究员 是中国人叫方文老师 我知道 方文 他解释 中国人不是说近大远小的那个科学的距离 对 他像是无穷多的空间上的层面 但是他叠在了一个二维半 是吧 二维半 也不是二维 他比二维还多一点 再厚一点 其实你在真实山水里 你能看到 这是我们眼睛看到的真实的距离感 对 就是你要把它当成一幅画看 那他后边的那一重影子没有远近 对 就像是贴在 是不是像贴在一张纸上的 对 所以咱们的画家 这个中国画的这个眼睛 它更 某种程度上更直观 它就是叠在一起的 一重 一层又一层的 多重叠的 对 你刚才讲到神韵 中国画最高的就是神韵 神韵是什么 讲不清楚的 对 只有你用眼睛去看 你自己才能感悟到的 所以最高级的那个东西 你很难用语言去讲 用语言说不出来 但是你一看你就知道了 一看就明白 就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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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它的一层一层 你真的要用线条去画 不对了 太硬了 对 它就是因缘当中 孤独就顾好了 董事长就要讲 讲皇宫王神 因缘供养 因缘供养 咱们拿皇宫王画再看看 所以你说你特别喜欢 这样看画才好呢 对 咱们一一都得到了对照 而且我觉得它这一笔 特别妙的 你看这线条 中锋 中锋 你知道吗 皇宫王多用中锋 兼用侧锋 所以它的线条呢 就非常的这个中和 就平和 是吧 心平气和 我就对它这个线条 为什么印象很深刻 就是皇宫王它有写意 它并不是完全写实 写意的呢 有的时候一个线条都可以抒情 你看它这个画啊 就像一个乐章 像个五线谱 是 也是吧 秀像乐谱一直下来下来 你看它画到最后 你想它走这个线条的时候 这一笔啊 它什么心情 是 是 无穷无尽 是 你下午要去跟王苏老师谈 王苏老师对这条线 也还是情有多重 是吗 所以它设计富城山馆 它就把这条线 用在一个它的建筑上 哎呦 那我们一定要去看看 等一下我们去看 我就是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条线让我觉得很特别 对 淡淡地远去了 淡淡地远去了 你看它本来画这个影子啊 山影 这个一重又一重 但是它最后用这么一笔 对 一个很明显的一种线条 表达了它内心的某种 余音鸟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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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后一次高潮 对 然后 是的 远了 像古琴的声音 node node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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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4 3 4 4 4 我们现在很多画家不写声 画照片 拍的照片 画照片 感觉会不一样 听说他就整天在这个江边发呆 在那儿写声啊 发呆啊 下雨天他也在 在颜色上给他发呆 所以说有一块石头 称为雨淋盐 下雨天 对 淋着雨 淋着雨 在这块颜色上观察生活 你看 这个人就好像是皇国王本人 他在亭子里面 他就在观察 在亭子里面观察 你看他画这个树多有精神呢 对 皇国王说画这个树啊 不光是二维 说不光你要画左右 你要画前后 对对对 阴阳前后都有 所以他画的是初秋 对有这个有这个说法 这个初秋主要是什么呢 这些树 然后呢 皇国王特别喜欢秋天 他的很多画 什么秋山头啊 秋山照影头啊 对 他就喜欢秋天 对 你看现在我们停下来了啊 看这张画 是让人平静下来的 对 就是他的画是很正常的山 对 我们很多古代的山水画的山是不正常的 夸张的 对对对 冲击力很强的 对 很写的 对吧 但是皇国王不是 他画的就是复原的真实的这些山 他没有吸取古怪 对 你看江南山水啊 这个南宗啊 这就是心平气河 对吧 他是平 就像我跟你说的 他是平的 对 他不是故作那个威严 对 对吧 但是他让你觉得心里啊 松松的 对 平和的 何必平思竹 山水有清 说得好 说得好 这是范仲淹写的 好 而且他画这个树 很有特点 用几种不同的画法 是吧 这种树啊 其实傅城江边上叫乌鸠树 乌鸠树 乌鸠树很弱化 很弱化 有些树不能弱化 像桂花树不能弱化 对 对吧 乌鸠树就可以弱化 你看黄公望 它是 它不是浓烈的 浓厚的 对 它是淡 淡淡的 淡淡的 没有入侵性的 这样 咱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淡淡的 就是这样的 淡淡的 富春江 对 这什么都是淡淡的 对 山市也是淡淡的 而且它那个笔啊 有些地方你看 就用那个干笔 那个春擦的 若有若无 若有若无 消失在若有若无 是的 所以这个最后 这个董奇昌 就很崇拜他嘛 对 董奇昌就说 平淡天真 是啊 你看 平淡天真 我还特别喜欢的 当然就是北派的 就是叫范宽 西山行李图 但是你看 西山行李图 跟这个恰成对照 那就是北方的山水 你看这个岩石 那种高山 顶天立地 它叫这个感觉 顶天立地 但是这两个人 有一点是共同的 范宽也是说 中日隐居在 它是陕西中南山中 然后也是每天坐在山里 对着几个月几个月的发呆 跟这里描写的 黄公望对着福春山的 一南一北一宋一园 这其实搞一说就是相同的 实际上就是 我画这个画的过程啊 是修养身心 我也吸取天地灵气 对吧 整个 然后我有所抒发 有所表现 是个修养自己的过程 叫成 清承自己的 清承自己的怀抱 去正得那个道啊 正得自然之道 所以中国文人画就 画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 承怀正道 画出的是心像啊 所以你现在就真的知道 为什么画啊 为什么画比江山更美啊 所以叫江山如画 江山如画 哎呦 你看没有笑语了 对 叶云也来了 叶云共养了 对啊 这个我们平时也不是老是来看 对吧 但是真的是太美了 这就是画画啊 对啊 就是一个产卷啊 这就是黄公在天之灵 对 给我们的视线 对 是吧 哎 你说是忌日 昨天是他的忌日吧 对啊 668年 对 哎呦 哎呦 让我背一背 对啊 真的是黄公在心之灵 哎呀 太好了 不春江 我爱你 哇 好美啊 你看那个远处 徐老师不来啊 真是可惜了 拍给他看看吧 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而且您说他还是个 他是个道士了 对 黄公啊 是 是吧 对啊 所以他住的家 小冬天 因为他看风水嘛 他牢里面出来以后 没有工作了嘛 那个时候就是盖人家看风水嘛 对吧 所以说他给他自己找了一个家 他把这个家叫做小冬天 那就是他这个地方 就这是块宝地 他原来是那个摊上 摆摊算命的 对 他就用这个 看 他说那个里程的画 那个坡角 就像这种画着山的这个坡角 画得特别那个滑滋 浑厚 他说所以 听说里程有后代子孙 都做官 对对对 所以他就说 这就说你留这个坡角的地方 对对 你画得特别厚啊 这个风水就福泽子孙 对 所以他 所以他自己画画 这个里面没水 也有他的风水观 对呀 有些人说为什么赫敏突然之间出来一个孤峰 他从整个画的结构上面 这个地方有一个孤峰也挺好的 对 然后他们从风水上面去说呢 这地方需要一个关门 关门是什么 就是要守住 要守得住 你不能把整个气啊 整个气下去下去以后 一泄千里 对 不行 你要守一下 哦 要守一下 然后呢 我说我一解读 王公王叫一峰道人 一峰道人 这个山峰就是他自己 你说哪个山峰啊 就孤峰啊 后面 就最后那个 后面那个孤峰啊 最后的高潮是吧 对呀 对呀 这个 就是他 对呀 他就是一峰啊 真是 他叫一峰道人啊 一峰道人 是吧 所以我说他把他自己藏在里面了 你觉得就是他的自我实现 对呀 象征自我 是啊 你看啊 这个地方都是一峰平山 如果说没有这个山峰的话 整个的气啊 一泄千里 嗯 就要挡在这儿 要挡一下 要守一下 哎 对 要没了这个呢 就泄了 对 泄了 就泄了 对对对 这这挡一下啊 这叫关门 对啊 然后他的名字 富春江 很多江的名字 它是一个义物的名字 就象形的名字 对 对吧 富春这是一个文学概念 文学概念 对对对 就是说你很少用一个文学概念去表达一条江的 哎 长江黄河 对对 离江 离江 离江对 它往往是一个某一个地名 但是富春它是一个文学概念 哦 那这是谁命名的呢 不知道 很多人 从未来就叫富春江 对就是我们富阳最初一 现在可以找到的富阳最早的建县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秦始王统一六国的时候 富春县 那个时候就叫富阳县 叫富春县 对 富春你看多好 富春啊 多祥和 是吧 对 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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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